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大家带来一个开箱的视频 然后相信看到这个游戏画面的同学都已经知道 这个 这个 太黑了看个毛 这个游戏画面的同学都已经知道 这一期的游戏 开箱的游戏主角 它就是天之圣碑 然后这一期的话 开箱的就是来自于 GSC出品的 POMORA YEN的手办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YEN给召唤出来吧 没错 就是这一个 POMORA的手办 然后它是GSC出品的 然后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国产的山寨货 然后我们这一期的话就是看看正品的 和国产的货带货的有什么区别 看了头之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正品的这个GSC出版的HOMORA 有多么的优秀 然后我们先从头开始看 它的脸部的话 其实造型是和游戏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然后它的头发的话都会有一些阴影的上色 对 这个耳环的话 这个耳环的话 虽然小 但也还是做到了 两边都有非常的细致 卡脚部分的话都有一些金属的涂层 就反装效果看起来非常的好 说着讲 这些部分的纹理是非常的清晰可见 对非常的整齐直接 水晶部分 包括胸前的这个千字圣杯 独有的水晶 翠绿色的水晶 武器啊 或者说是手 后面这些地方的话 都是用了一些透明的材质去做 就不是单纯的上色 对 就起来非常的有必得 然后它的披风的话 造型就非常的飘逸 该上色的细致的地方都没有溢色 对 也没有说肉 非常的优秀 这个齐皮小短裤的这个上色 的繁华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十分的还原了游戏中的 和文物造型 小学生看了纷纷把持不住 然后它的腿 对 怎么造型的话就做得非常的动感 而且这个比例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 大长腿有谁不喜欢呢 我想这就非常的顺滑 没有一点的粗糙感 真的是好 老婆就是棒 然后鞋子这部分的话 也是非常的精细 包括鞋底这里的话 都是有伤 仔细看的话 它里面这些也会有一些纹理的 武器部分的话 它整个武器就颜色非常的有金属质感 整个尖嫩的部分的话 它这些尖变效果都是非常的一级棒 也没有任何的气泡在里面 底座这里的话就是非常好看的 少女浅粉色就非常的适合厚了 对 温柔善良鹹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国产的山寨 素品的霍姆朗 然后总共来说就两个问题 上色垃圾 细节不行 然后对比一下正品的话就可以知道 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是头发这里的话 没有一些阴影了 然后这些该本来是透明材质做的这些部分的话 其实都没有用那种比较好看的材质 就只是单纯的上色就好 这些地方 异色的 或者说上色不全的 都有 看腰部这里 这些地方 一点都不行 这样的涂色做工真的是不OK 然后金属的反光效果也是没有做出来的 反光效果和正品的相差太多了 这些鞋子的部分 上色也不均匀 颗粒感又非常的明显 这个做工真的是 虽然说它只是100多块的东西 但这个做工感觉就真的是不值 如果说它有什么好的话 这个国产的话 那就是原部 其实做的也还可以完人度的话 然后本来胸部这些地方的话 是有些铠甲的 但是它这里没有 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福利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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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上面两个 说出来的点资辣吉辣 没有任何的好处 吐槽精华版 吐槽 奇怪怪的 垃圾 一如所事 根本就没有做到位 没有 就是没有 我都不想说 哇 哎 不想说 这样的不如老婆 其实就是一个灾难 实在是太差了 我觉得不行 不知道什么东西来的 不行 就非常的烂 我的天 不喜欢 我觉得真的是太不行了 零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 一路神剑二女主角 霍姆拉的首办开箱视频 正品和国产商的货放在一起 相信一个更好 各位眼睛心理有素 不管各位喜不喜欢画博 反正 我是喜欢的 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的话 还会继续去做更多关于 手办 动漫 只还有一些 只还有一些 你们怎么老忘台词 欢迎各位 数字三连 点赞 转发 加收藏 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不许多 快点赞 嘿 哈哈哈 你可不来 你可不来 合唱 你精神神 是要 嘿 哈哈哈哈 好